有朋友说想看一下红棉,那就来一期吧 一楼这边的衣服看起来比较乱,外货多一点点 虽然是乱,但是它们的价格是很贵的 红棉这边的衣服整体是属于中高档,但是也有便宜的 像那种位移几十块钱的也有 红棉跟白马是挨在一起的,这边男装女装都有 平时这边一般都是没有什么人的,除非是田底清仓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气比较多一点 这边是属于中高档,衣服都是有品牌的 有些档口可能一个档口会有两到三个品牌 而且每个品牌针对的那些客户选都是不一样的 关于打包,每个档口要求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可能一个款四五件就可以了,混皮二十件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他们的品牌可能名气比较大一点点 还有就是款式也是自己设计的 有些会要求你首次扑货要几万起 每个档口每个品牌都不一样 二楼三楼四楼的女装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 像这些都是很简单白搭的,而且也很潮流时尚 这些档口都比较大 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,市场这边是正常的 红棉这边本身就是做中高档的 如果说你们卖不起价格,就不适合这边的货 这边的衣服它会在一些小细节上做一些设计 跟其他的中低档批发市场区别开来 还有朋友说要看这里,这里也是属于白马的 它这些风格是属于那种欧美的风格 现在这些算是秋装 好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